圣男真心忏悔,邪淫让我诸多不顺,痛苦不堪。婚姻缘迟迟莫有。 作者,匿名。 我今年三十五岁,标准的大龄圣男。 回首这些年的经历与自己的所作所为,我真是没脸现人,也真感觉痛苦不堪。 这些年,我工作不顺,家庭不顺,感情不顺一直折磨住我,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背后操纵住一切。 而这力量的源头,就是邪淫。 就在写这篇文章前后,我还在犯邪淫,惭愧。 我记得清楚,那时候我才十岁。 当时莫有太多的感觉,但估计那时候,邪淫的重子就开始发芽了。 因为我平日里总会想起这样的画面,每次想起的时候,身体和心里都有异样的感觉。 到了初中,由于课业的增大,我把思绪转到了学习上。 可是有一年夏天,我在路边的冷饮店买冷饮的时候,在院子里,正播放住银会的电影。 我当时好像被磁铁吸引一样,目不转眼地看,就在那一天,我第一次守银。 当时瞬间的那种快感侵袭住我的大脑,感觉自己好像从来没有那样舒服过,夜里现前。 自己很留恋那种感觉。 于是,在往后的学习生活中,我经常地回忆那些淫秽的画面。 比如在课堂上,我眼睛盯住老师,而大脑却在想那方面的咚咚。 而且只要有空而,我都会到学校附近的一家超市里待住,这个超市里有一个角落是卖书的,各种书,也有那些不好的小说。 我去超市的目的,就是为了看那众小说。 越看越上瘾,越看越爱看,通常一看就是一下午,或者两三个小时。 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我没有考上高中,只去了当地一家不错的职业高中。 职业高中与普通的高中不同,虽然可以考大学,但是它轻松许多,学习压力也不大。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彻底地放松了自己。 我经常和玩得要好的女生打打闹闹并有肢体接触,或者和她们说一些暧昧的话,挑逗人家。 也经常和男生们在一起看银会的电影,边看边讲,造了许多恶业。 到了大学,我更是如此。 经常在晚上熄灯后和室友看银会的影片,那时候自己还是处男,而且也没谈过女朋友。 看到其他同学都恋爱了,心里非常注疾。 特别羡慕那些经常和恋人开房的同学们,感觉他们很幸福,恶业开始深入内心了。 可以说,当时的我,是纯真儿又愚痴的,我从莫有想过我自己在做错事,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造业,更不知道什么叫做恶业。 可是有因必有果,做了错事,就要有果报。 1. 工作不顺而且薪水少,经常加班熬夜。 而且工作当中,经常碰到难伺候的老板、上司、同事与客户。 比如,老板明明承诺的东西,确迟迟不对线。 还有工作中会经常接到一些与专业无关且超出工作范围的任务,不会做,莫做好的话,就无缘无故地被炒鱿鱼。 再就是给客户修改东西,这客户百般挑剔与折磨,几乎给他修改了一年。 而且也影响我工作了,于是我回头用不太好的语气告诉他别影响我工作,然后他就来火了,不停地打我,踢我。 并拉住我到走廊里,到了走廊里,他用拳头打伤了我的眼睛,弄得我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 而且事后他还嚣张地不拿医药钱,而且领导同事好像都站在他这一边。 这次的事情给我造成不小的心理影响,总感觉这个社会不能太善良,太老实,太软弱,必须狠起来。 你不狠,就被欺负,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都是我业力所致,世上莫有无缘无故的事情,一定是我在过去世,曾经也这样对待过这位同事,所以今生我就应该承受这样的果报。 在这里,向我那位同事忏悔,忏悔自己过去世曾经对他造成伤害,阿弥陀佛。 2011年,我回到了我的老家,我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 单位是一家民营医院,我的工作就是为这家医院的主营业务,无痛人流,做网络宣传与推广。 我的造的乐业太多太多了,师兄们,你们也能想象到,我接下来的日子会是怎样的,这份工作没做多久,就离职了。 之后我又去了外地,找工作还是那样,干得不涨,而且还很累。 曾经三天只睡了二个小时,而且老板承诺给交保险,最后却迟迟不对线,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辞职了又感觉自己太累了,于是索性想休息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浏览银会的网站,看银会的影片,边看边守银,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信佛了,但是我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呀,惭愧呀。 我发现每次守银结束之后,我都有一种深深的空虚和无力感,感觉心里特别的难受,有一种想喝酒,想哭的冲动。 而且过不了几天,家里准会出事,出什么事呢? 就是家里爆发战争,也就是我下面要说的家庭不顺。 气氛非常压抑难受。 老爸公然地出轨,且对家庭不管不顾。 曾经放下狠话,他以后啥也不管了。 为了那个女人,他好像可以做出一切。 要命的是,爷爷等其他亲戚竟然也是充满邪线,还说什么现在男的哪有不玩儿的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真的不爱回家,害怕回家,尤其是害怕逢年过节那众家庭聚会式的节日。 每到这样的日子,家里都会出现各种纷争,让我痛苦不堪。 因为家里不再有温馨,不再有欢声笑语,只有冷冰冰的压力或者无休止的争吵和哭泣打闹。 迟迟迟迷有婚姻缘我一直是处男,莫有破处。 我之前相亲认识了一位女生,这个女生也许看上了我的外表,她总想找我开房,但是我一直守住底线,不想那样。 可是尽管如此 我们除了最后一道防线未突破外 其他的都做了 最后我们分开了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过许多关于这些负面的信息 这些信息告诉我处男是可悲的 也是可耻的 女生不喜欢处男 女生认为处男莫有经验 认为处男有病 慢慢的,我相信了网上所说的话了 我曾多次为我自己还是处男之身感到愧疚和害羞 恶业多么强大和可怕 于是我有一天和朋友鬼使神差的去了那种地方 花了几百块钱找了小姐我万分愚痴的一面显现出来了 师兄们,你们说我有多么愚痴呀 我竟然把处男之身交代在了这样的场所里 我没有把他交给自己未来的妻子 比如遇到这边与我相亲 那边还留恋前男友的 还有就是之前和男友长期同居过 或者触过多个男友的女人 再就是我看上人家了 人家却看不上我 或者知谈物质 不谈感情 这样的违缘一直困扰住我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不错的女人 我们相处了快一年了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呢 却因为违缘的干扰不欢而散 我一定要痛改前非 在后来的日子里 我接触了地藏经 有一阵紫经常念的藏经和观音圣号吉普门品 之后又接触到净土法门 现在发心一句佛号 一部无量寿经念到底 并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在空闲的时间里 我为了不让自己产生邪念 于是给自己找事情做 比如学习工作上的专业知识 想办法提搞自己的专业技能 想办法多赚点钱 同时也参加放生 如果本人去不了 就随喜放生上款 而且平时也尽量吃素 然后把这些功德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 及所有的亲人们 慢慢的 我的境况有些改变了 我找到了一份至今位置 让我非常满意 也让我非常知足地工作 我非常感恩我的领导 莫有他的介绍 我恐怕还是不停地在蹉跎住呢 我家里的气氛也比以前好了许多 虽然欢声笑语仍然不多 但至少父亲把心收了回来 不再乱来了 而且我现在也在这个城市里买了房子 安了家 不再漂泊 不再过那中交房租的日子了 我的心态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不再喜欢抱怨了 学会了接受和忍耐 痛苦来临的时候 我习惯了念佛 这一点让我和家里人都非常注集 我想 他会来的 只要我多用心修行 多做善事 不邪淫 多忏悔 真正的忏悔 就是永不再造 若有献文者 吸发菩提心 https冒号 斜杠 斜杠 fraud gsz 123.org 斜杠 threat 21803 最後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